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2号 星期二 现在网络传言 中国国王部部长李尚福被抓 但是虽然是谣言 先说这个是网络传言 网络谣言 但是谣言有时往往就是摇摇眼领先的预言 我觉得李尚福还是有可能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前外长秦刚 火箭军司令员吕玉超 现在都是消吃 吕玉超肯定是被查了 这个我们都说过 然后火箭军的另外一个副司令 其实已经上吊了 对吧 那中共国王部长 现在过去两周趋向不明 现在不知道到底去哪儿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李尚福应该被抓了 昨天9月11号 外交部临行记者会上外媒问 李尚福哪去了 人都没有 匡部长都找不着了 翻人毛宁说 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 这个来讲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然后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 在X以前的推特上发言 说习近平的班底正在上演 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利·克里斯蒂的 著名的一个小说 叫无人生还 说英英的高级幕僚 一个一个都在被去 说先是外长秦刚 接着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现在国务部长李尚福也消失两周了 伊曼纽尔嘲讽 他说究竟谁会赢得这场失业竞赛 是中国的青年 中国青年不是失业率最高吗 还是习近平的高级幕僚 秦刚李玉超说李尚福都在失业 到底哪里开玩笑 我想在被这么嘲讽 被这么嘲讽的话 我想李尚福如果能出来的话 我想估计也就反正随便参加一个活动 证明自己没事就得了 之前不还说抓李源潮吗 李源潮不是坐在那儿 拿着个报纸 在那看报纸 让那报纸露着日期 让你拍上照片 告诉你我没事 对不对 还报个平安 对吧 所以我觉得李尚福现在如果没事的话 哪怕拿个报纸 但是看个报纸不也算是报个平安 但是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李尚福有可能是真的是被抓了 不当然也不好说 也许他这么大岁数 你身体不好 过两天又出来了 或者有可能再协助调查 对不对 不算是真的抓 协助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 这样 7月份的时候 今年7月份 7月26号 中共军委发公告 要求相关人员举报 自2017年10月以来 均被采购招标的腐败线索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 这个时间定的就特别的有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他让举报 自2017年10月以来 问题是 2017年9月的时候 李尚福接替张六霞 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从他9月份接任的 对不对 我只查10月以后的 什么意思 我不查张又霞 我只查李尚福 你懂这意思吧 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按理说 你要说要求相关人员举报所有的 对不对 军备采购招标的腐败线索 任何的都查 因为习近平一说反复八不倒说 倒查30年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就卡在2017年10月呢 就因为2017年9月 李尚福上来了 张又霞下去了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我现在不想弄张又霞 张又霞的事我不想听 你们也不用举报 你们要举报 就举报李尚福的 对不对 就是朝李尚福去的 所以这个针对性太强 所以种种这些线索做在一起 我们认为李尚福现在即使没有被抓的话 也绝对是在就是说配合 我觉得在配合调查 配合一起做一些工作 因为都是他在主导 对不对 他来了之后可以交代一些线索 最后当然也不是说他一定有事 如果最后调查完了 他没事 那就没事了 对不对 但是都不好说 不好说 我觉得老秦现在做这一切 都在为战争做准备 实际上在清理部队的一些蛀虫 一些不可靠的人 然后尽量把这部队弄的 就是说都是自己人 都是可靠的 然后主要我想还是为明年武统台湾 在做准备 不过当然了 现在部队弄成这样子 还能不能打仗 实际上我们也持一个怀疑态度 也是很担心的 刚才有一架飞机非常低的飞过去 不知道怎么搞的 好像说直升机是吧 特别低 飞这么低 声音特别大 不知道收音有没有收到 好吧 我们看一看 当然了 我们还是懂官方的消息 李尚福 先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网络的传言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